最主要就是三槍在遇到毒藥的時候 你帶了治療法術 就可以完全擋下來 對 基本上對手就頭很痛了 兩邊的選手 現在先開始洗個表情 先哭一下再生氣一下 你說這個好朋友啊 一起走 我相信他們包含是Aaron 俠克以及瑤瑤 他們本身在隊列的這個情況上面 還有交換意見上面一定是做很多的 所以這種就是一個最熟悉的隊友 但是又需要在這個時間點分出勝途 沒錯 就是我們四個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如果對到彼此的話 就會暫時性的 假裝聽不到對方在講說 暫時忘記我們要對彼此 我們先討論別的再說 沒錯 那其實兩位選手在之前這個決賽的部分也是相撞 那個時間點是由Aaron獲勝了 沒錯 有Aaron獲勝了 那這邊的話雙方就是比較沈穩的個性 對 再看一次兩邊的封鎖的卡片 分別是在電法以及在雙方法術的部分 Aaron這邊直接看鏡頭 超美的 到底 其實Aaron現在也很辛苦 畢竟身為一個職業的電競選手 他也不忘自己的課業 他還是在這個 中醫嘛 沒錯 中醫相關的科系念書 哇 是個高材神 很厲害的 沒錯 而且剛考完四 其實是真的很累喔 對 那這邊也可以講到 其實電競跟念書是可以並進的 當然啦 當然啦 就是你只要花你的心思下去 對不對 Aaron現在開始問 出牌 出牌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受到今天第一場賽事 那個時間點的落敗的影響 他現在看起來變得比較輕鬆一點點了 沒錯喔 對 兩個人要等最後的那兩秒鐘的時間點要開始出囉 是 差不多 接近一分鐘的時候就開始出了 是 那你覺得兩邊可能會來猜一下 喔 開出囉 冰人 喔 帶了暗夜女巫啊 暗夜女巫成體過來 超級騎士 俠客帶超級騎士的情況 大概率就是X弩了 有可能 哇 那這邊是石頭人 直接出來 石頭人打超級騎士的話是還不錯的 地獄飛龍喔 喔 克龍石 可是這個克龍是沒有影響 地獄飛龍去吸這個石頭的本體喔 對 那這邊是恐怕 這個橋部也掉下來了 這解的很完美 對 而且我們超級騎士還回來砍 是 那這個橋部本身掉的這個狂暴屏 就沒有造成太好的效果喔 沒錯 而且這個氣球來說 比較難解了 而且 哇 我們俠客很久沒有玩這個超級球了 對 這邊再跳下來是順利的擋住了土夫 沒錯 這道超級球的話 對 沒錯 橋夫 這道超級球的話在這個超級騎士挑戰裡面 我們俠客是用的非常順手喔 對 那右半邊的位置是直接 由這個氣球推到底喔 這在一分鐘之內的這個交火是 哇 交火了好多次啊 沒錯 因為我們Aaron來解氣球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這應該算是Aaron他帶的 牌的部分並沒有東西可以去針對嗎 呃 基本上他BAN 如果說BAN颶風帶這種克龍套路的話 就是怕被颶風屠夫給做劍 哦 是 對 那 基本上以俠客對Aaron的了解 可能也有猜到這種狀況發生啊 對 他其實這個克龍法術也沒有辦法真正的 做到太好的效果 在那第一波的推進上面 是 如果說提早做克龍的話 這個地獄飛龍可能就吸不到本體 對 這樣的話就很厲害了 對 那其實那個地獄飛龍下的位置 我覺得也是相當精妙在橋頭偏左的位置 直接 第一個時間就吸到了那個石頭人 也造成了很巨量的這個對石頭人傷害 因為其實 對於石頭人來說的話 就是你需要可能像地獄系列的東西 可以去對他做比較高的輸出啦 沒錯 或者是大皮卡 那大皮卡加上電法的話 這個石頭人是非常難進他的 不過這個電法是已經被BAN掉了 對 那你覺得在右半邊這邊進攻後續來說的話 是什麼造成那個氣球有辦法這麼輕鬆的破壞 因為其實好像完全沒有東西去擋 基本上那一大波石頭 巧夫 暗炎女巫 還有克龍 把資源全耗光了 費用非常的高啊 而且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他 Aaron要解氣球的話 其實就只有仲甲跟暗炎女巫的 生出的小蝙蝠可以解 對 其實來說蠻慢的 沒錯 防守力道來說 這個氣球是帶著成功的 那如果說像這種 如果 其實剛剛這邊來說的話 應該是Aaron比較希望是 拖到最後一分鐘嘛 那如果說像這種對決來說的話 如果像他這種克龍 克龍石的部分很早就被發現的話 該怎麼去應對啊 該怎麼應對 其實石頭推進的話 你就穩穩推 還是很強 對 就是打防守反擊啊 然後其實石頭這種大單位的套路 在加倍勝水時間 就是他們最喜歡的 有可能可以 就是送兩隻石頭人過去 哇 那真的是很難受 這個過牌很快 現在比較難有這種狀況 對 那接下來來到第二場比賽 剛剛是由 俠克率先拿下一盤 究竟第二場會怎麼樣呢 我兩邊現在不等喔 兩個刀哥互換 這邊直接沉底過一個騎士 對 那 那是地獄飛龍出來 沒錯 俠克也是非常非常愛這張卡 是 我會喜歡地獄飛龍也是因為俠克 對 X-Bow這邊出來 Aaron的話他是喜歡飛龍寶寶嘛 對 最喜歡飛龍寶寶 那這邊X弩的時間點其實不錯 但是沒有辦法順利的攻擊到對方的攻擊塔喔 對 這邊只有冰鬥鬥 冰鬥鬥沒有小閃的情況下 還是成功的推進 對 這個刀哥出來時間點稍微慢了一點點喔 對 導致說 其實自己的這個X弩先被點掉了 那地獄飛龍過來造成一點點的傷害 喔 其實也不錯 兩百多滴 是 是 這樣的話 Aaron帶的是X弩 就看俠克這邊帶了什麼牌 對 對 這邊的話核心進攻牌 還沒有拿出來的感覺 是 也有可能是墓圓 有可能 X弩再一次的出來 再一次 要蓋 墓碑 對 一樣蓋墓碑喔 同一個位置再次去吸收傷害 其實 這樣就給予自己的這個單位來說 很高的緩衝時間 而且 這個死掉的時候 他產生的骷髏也可以同樣的去吸收傷害 沒錯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俠克帶的牌 好像不太好解這個X弩 對 其實 很多單位在前面擋住的時候是沒有那麼好解的 哇 這邊其實造成的巨像傷害 墓圓要來開始進攻了喔 知道說再防守下去 知道這個右半邊的攻擊塔會掉的 這邊不得不了 而且這個地獄飛龍是在 橋外的時候先下的 這個策略就是說 讓地獄飛龍吸到公主塔來造成傷害 墓圓也先下了 其實這樣的話造成還不錯的速度喔 沒錯 兩邊算是有來有往 再一個地獄飛龍 能不能安全地送這個地獄飛龍過去呢 這邊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對 不過加倍了 聖水加倍時間 主要是下一番 喔他直接開始要用 用火球先打掉 那等一下的X弩就可以比較容易鎖定到該打的目標了 沒錯 而且很聰明的是他不去蹭塔 他先把這個地獄飛龍給打到一個很低的血量 對 這邊完全啟發射下來是把小單位點到 但是右半邊的位置 這個 墓圓有機會嗎 這個墓圓就要看人品了 對 隨機性的一個東西 對 他其實好幾隻聖誕騎士腳下 被一刀一刀砍掉了 是 那再過來一個X弩 哇 這個毒藥就是 再一個毒藥就直接斬殺了 對 這邊的血量已經進到240以下囉 240以下就是毒藥可以直接點掉的 Aaron這邊只剩下20秒了 對 這個時間點有點不夠啦 以X弩來說就很危險了 畢竟 俠客是比較偏快速的一個毒藥墓園 是 這邊的話來不及了 哇 這邊就算瞄準到了 剩下5秒也射不掉啊 對 時間點是不夠的 萬一啟發 再一次把最後過剩的希望給點掉了 沒錯 哇 那這場的話就是直接以 呃 由俠客以直落的這個分數拿下來了 是 那俠客 就是 我們 我們 都